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来就是 time to go, right? 本来就是在本来三天就可以回来了嘛 然后,现在下来大日, a lot up. 今天又下来大雪 然后就是两天就这个下来大雪 打开怎么办? 本来就是在本来三天就可以回来了嘛 然后,这几天下来打着今天又下来大雪 嗯 红铁吧应该 好多的 就是下的雪没法走 监测的话 它主要是负责大熊猫的监测 我们的熊 以外的红外线相机 它会拍到很多的动物 我们主要是负责更换 那个红外线相机的电池 换它的内存卡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一季度拍到了有什么动物 这样子我们会拿到站上 然后分类地去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季度的 就是红外线相机的成果 那肯定挺艰苦的嘛 有时间进山里面雨季三天 但是工作量必须达到五天 天天不起嘛下雨 你该干的事情干不完 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 有时候我只不动了 我说不要累 我睡觉累了 但是我都要给大家说 我说必须走到这儿 搞到这儿有水吃 才能安逸炸带 就这样 感谢观看 我认为我三十年值 因为我是山里面长大的 我爱大子爱 也爱动物 我值 就因为我们护霖园园而已 保护大石猫 也是我们的义务 这个辛苦 我感觉我们是应该的 我觉得特别喜欢 我觉得身体能吃得香嘛 然后能跟上他们的 脚步我就觉得 我不会再休息这样子 我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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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